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至少天佑台灣 本來說會是一個穿新台 但是它路徑修正之後 現在看起來應該是一個擦邊球 因此海上颱風警報已經解除了 不過氣象局還是針對15個縣市 都發布了大雨特報 尤其中南部要特別當心了 因為這一次雨量還是滿大的 那麼我們也要一起來關心 到底各地的風雨狀況如何 首先我們要連線到花蓮 給我們的修歡妹哥林尚哲 林老闆你好 這是花蓮 昨天的時候是發布了陸上海警 但是沒有風雨 反而是今天 現在開始在下雨了 中午的時候有吹起了一些 一陣的風 那現在是開始下雨 雨越來越大 風是停止了 主要是這幾天 暑假 觀光客很多 但是今天我聽民宿的一些朋友告訴我 很多都退房了 所以會造成說 晚點就是一個觀光的地方 那就是會造成損失 觀光客少了我們的客員就少了 包括說在夜市也是一樣 但是主要正式颱風 當然是沒有進來啦 是沒有進來是比較好的 但是他後續的影響就不知道 應該看今天晚上是不是 雨會下的更大 那目前為止是還好 一般的雨而已 好 我們謝謝林老闆 帶我們來看看剛剛花蓮的一個最新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風也不小 那麼有一點點的雨勢 但是目前為止在花蓮 至少是已經有不少觀光客退房 可能對觀光有一些影響 另外一個現場我們要連線給高雄的 黃毅玲醫師 黃毅醫師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這一次颱風雖然說沒有進來還好 可是好像看起來南部會下不少的雨 目前高雄你看到雨下的情況如何 斷斷續續的 因為就是颱風的外圍影響 其實7月份7月2號到10號 那次下比較多 這次看起來目前為止 還在這個比較小的一個雨勢 還可以忍受的一個範圍 其實從八八水災以後 我們老天爺就很眷顧我們高雄 其實我們高雄的水災淹水 其實是人禍不是天災 是這樣的嗎 黃毅醫師講得非常直白 這個是在地人的觀察 所以你看這一次目前 您看到包括您的住家三明區 還有大家最關心的神農路 目前的情況如何 我剛剛特別去把神農路淹水 最厲害的福德陸 還有蘭波 蘭波很難寫 我告訴你一個水一個土 叫蘭波 你看到喔 蘭波里 那個地方淹水 最厲害的我都照給你們看了 都沒有淹水 當地受災戶 二十幾年受災戶 都跳出來講話了 他說從來沒有 就這個受災戶 左邊這個受災戶 右邊是里長叫蔡曹 蔡財旺里長 那是我的病人 我不是去找他喔 我是在東看西看 他突然跑出來來找我 他說那我一定在上電視了 他這個里的里長 這個右邊就是那個里長姓蔡 蔡財旺 那左邊那個我不知道什麼名字 但是他是受災戶 他說他忍受了二十年 每次下雨都淹水 阿基臉都沒有 你看到就是沒有 所以在過去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照片上面的這一條路 這個路段都會淹水的 對 這個是蘭埔里 這個蘭埔 蘭埔家 這條蘭埔家 等一下看到那個里長 單獨一個人 那個是福德路 這是福德路 以前都是淹水到膝蓋 每年 每年都淹到膝蓋 對 今年都沒有 這就是我們說的 神龍路那個周邊 他這就是吃通路的路口 他是大銅路還沒到 那個路口那邊一直淹水 是不是比較滴滑地帶 所以里長的心情怎麼樣 他看到都沒有淹水 是不是覺得 哇 怎麼這麼神奇嗎 他說他很佩服韓國瑜市長 他真的是苦民所苦 這個真的是 為我們最繼承的 生命財產的保障 他們真的是很道訊 也心裡很感謝我們里長 但是他有一個建議 現在這個神龍路在清理 這個韓館地下水道的部分 他是認為說 那韓館假使能夠 把跟曹公軍能夠連通在一起 就是把韓國人打破以後 讓他能夠連通在那邊 以後可能淹水的機會更少 他是這樣建議的 所以在地里長的觀察 提出這樣的一個建言 黃醫師 您自己所在的澄清路呢 當然沒有淹水 我也照出來 大家看一下 跟去年的8月28 真的不可同日而已 真的是我們一直 這是去年的8月28 你看他下完雨以後 還連續淹水淹了6個小時 我就講這個淹6個小時 是去年的8月28 就從8月23他一直打 8月23炮戰 打到8月28還在打 對 當年的8月23炮戰 讓大家印象很深刻 當時而且也把高雄 5千個天坑的狀況 讓全台灣都知道 對 這個真的是人禍 人禍 全都知道 這個是我造的 你看今年6月25號造就沒有 現在這個是今天造的 日期還沒打上去 但確定是今天造的沒有錯 對 所以今天雖然說 當然雨勢也不是非常大 但是至少目前為止看來 原本以為這個颱風 可能會帶來的 這個很大的一個雨勢 至少目前為止看起來 都還沒有淹水的情況對不對 第四波的雨勢沒問題 跟你講一個好消息 我們的登哥的目前為止 其實控制的大部分很穩定下來 已經有5個梨 已經解除了登哥的危險 我們有5個梨 你看他的圖 5個梨 我們高雄現在有10個 但是台南極起直追 他現在本土性有10個 境外有219個 你看嚇人了 所以我們民警黨這些 蘇貞昌 蘇貞昌 你要好好照顧你們台南 台南也很歡樂 所以其實現在颱風看起來 逐漸的遠離 那麼災害應鏈中心 可能更要去關心的 應該是登革任的 疫情防疫的問題 我們非常謝謝黃醫師 帶我們來到高雄 看到在地的觀察 真實的情況 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那麼事實上 黃醫師也帶大家來看到了 自從沈董錄在 我們的韓市長清淤過後 這一次目前看起來 暫時都是沒有淹水的一個情況 不過韓國瑜這麼努力的在防災 我們來看一下 奇怪 怎麼有人老是 心心念念的都是要來酸他嗎 明明就是韓市長不斷的在做事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了我們的行政院 院長蘇貞昌 那麼他就特別提到說了 有人又可以當市長 又還有時間安排去選總統 真的是要準備要來開開眼界 時間怎麼樣來安排 那麼另外還要來看到的 就是這個陳其邁 陳其邁他南下的時候 他也說韓國瑜說要拼零災害 做得扎扎實實 實實實在在比較重要 不要只想著要來拼選舉 我想請教一下盛梅了 奇怪 韓市長也是認認真正在做事情 但是這兩位政副院長 怎麼好像真的心裡 好關心他 心心念念想著嘴巴裡面說出來的 都是韓國瑜 但那次颱風一開始 有這個氣象專家是提醒大家 他有可能是一個穿心臺 不論這個颱風來不來 因為現在事後證明 這個颱風它就是擦邊而過 可是我相信不論藍綠 在這個最重要的時候 你總是希望颱風不要進到台灣 為什麼會造成很多的這個農損 造成生活上的不方便 可是很難想像 還是有人可以拿颱風這件事情 來說嘴 為什麼呢 就是7月17號 蘇貞昌你身為行政院院長 你到中央這個災害應變中心 照理說要預備 颱風如果來了會發生一些狀況 所以你整個行政院你要動起來 對不對 才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你到了那裡去之後 你說些什麼話 有兩件事我實在不能認同 第一 提到韓國瑜 蘇貞昌說什麼 我要提醒一下韓市長 你現在要選的 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不是中華民國地區的總統 你知不知道蘇院長 你講話的那個地點是 中央災害防治中心 我們在討論的是災害防治 你在那個地方 去提醒韓市長 你要選的這個總統 不要加上地區 你在幹什麼 你在噴口水 韓國瑜 他們隨時隨地都要打他 我管你做 但熊姐 他說話要挑地點 那我管你的 我就把你韓國瑜打死我 幹嘛要挑地點 你好了解 蘇院長顯然是這樣 第二件事情 當然他就提到說 這個韓市長說 星期一到星期五是拼市政 6日假日的時候才會拼選舉 我看他要怎麼做 我要大開眼界 你合併你是一個行政院長的高度 你什麼時候變成一個酸民 而且要在大家擔心颱風 來不來了這個當下 去酸一個地方的首長 你認為這個適合嗎 適合 因為他是中華民國的行政院院長 他現在的職責就是酸韓國瑜 但是你無時無刻都在酸韓國瑜 那其他事情就不做了嗎 不要做了 而且剛剛我們提到了 除了蘇院長之外 陳其邁我們的副院長 當然你們也會說 我也是很擔心 如果這個颱風來了 有農損的問題 他去視察農損的時候 還特別提到說 希望就是不要什麼時候 都想著選舉 不好意思 這個陳其邁副院長 這句話是我們要送給你的 我拜託你們好不好 我拜託 不要什麼時間都想著選舉 當隔熱的問題嚴重的時候 拜託一下 當颱風的問題很擔心的時候 你們能不能苦名所苦 不要一直噴口水 而且噴出來都是酸水 我同樣的時間7月17號 當蘇院長說讓我大開眼界的時候 你們知道嗎 韓市長就讓他大開眼界了 剛剛醫師講了 整個高雄在清淤對不對 我們韓市長在幹嘛 7月17號直接到神農路 去看這個湘韓清出來的這個淤泥 現在的狀況如何 2500噸 你知道這個清淤泥的狀態 影片也好 照片也好 好多的民眾真的很可愛 他們把這些照片跟影片 PO到花媽的臉書 你這樣就對了 給你按個讚 他的意思是說 花媽 你都在這這麼多年了 這個淤泥都已經這麼多公頓了 你們都有在清嗎 沒有 是不是 現在才讓大家發現說 原來執政30年 這個淤泥高得跟一個小學生一樣高了 我相信民眾在任何時間 看到這些官員說的話 做的事 大家都有眼睛 幫幫忙好不好 你再酸好了 你認為你這樣酸 颱風就不會來了嗎 是不是 是 美 我覺得以前在高雄 大家的眼睛都是瞎了 都遮起來 現在自從韓國瑜出來的之後 大家選民的眼睛 高雄市民的眼睛全部都打開了 大家現在看得很清楚 你要酸韓國瑜沒有用 越酸越紅 所以看到那些淤泥 是讓大家真的都打開眼界 對 太恐怖了 真的是 沒有想到 原來30年來是不是真的 這個清的效果 有一點不太好呢 為什麼有這麼多淤泥 可以在韓國瑜市長任內被清除來呢 另外一個人 最近他開始有一些舉動了 他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還沒有宣布要不要參選 2020的總統大選 但是看起來是不是要測試水溫呢 因為他今天是撿到了大炮了 好 來看到柯文哲 他的最新的談話 他當然是左批國瑜右打小英 包括他有提到說 韓國瑜讀的書 只夠做北農的總經理 他還罵韓流的支持者說 都是一些LOSER 這個炮火算是滿強的 但是讓人意外的是 他這回炮打綠營的火力 竟然還更強 我們來聽聽看 這有夠不要臉 好 蘇貞昌說 台北市長柯文哲 不是說連任之後 要支持小英選2020嗎 結果針對這句話 剛剛您聽到了柯文哲 他的回應真的是有夠嗆 我們想請教一下友志 因為先前他一直沒表台 雖然大家都知道 柯文哲應該是要出來選 但是他現在動作開始擺出來了 擺出了似乎要白綠開戰的 一個態勢 但是他講的這些話 是不是其實好像也滿有道理 好像 剛剛那個畫面就是 一隻正智突嬰 跟兩隻正智的狗 在那邊互咬 互啃 你不覺得嗎 柯文哲就是正智突嬰 哪邊有肉他哪邊啃 而且他還是特別去吃腐敗的肉 你只要看到哪一個黨在亂 柯文哲就特別去酸他兩句 從那邊去吃一點東西 哪一個黨比較穩 他就會放過 等於說這個動物如果活著 他就不會去弄他 那個動物如果死了 快要咽咽一洗他 就去咬他兩口 這就是政治突嬰 然後那兩隻狗 就是蘇貞昌跟蔡英文 那兩個狗咬狗一嘴毛 他又要咬突嬰 這一群動物在那邊互相蹭 我覺得很沒有意義的政治文化 一點意義都沒有 你們當這種吹狗 吵這種架 到底對台灣有什麼幫助 一點幫助都沒有 但是這樣當完了之後 你不覺得嗎 還滿挺療癒的 因為把所有事實 全部打出來了 因為柯文哲跟蔡英文 講的每一句話都對 說到我們心盤裡了 聽起來還真的滿受用的 你終於告訴我們真相是如何 本來我們大家還在猜 是不是蔡英文做事真的做不好 柯文哲說對 他根本都沒有做 要不然台灣怎麼會有寒流 對不對 從柯文哲嘴巴講出來 我們都分手 分手就好 不管你們信不信 我是信了 我也信 我們大家都信 如果不是有這樣的大環境 怎麼會有寒流 這個是柯P告訴大家的 你從蔡英文的嘴巴 去講說這個人不在崗位上 柯文哲本來在崗位上 這沒做什麼事 他到底有做過什麼事情 哪一件事情在這七年 有 北門 北門拆掉了 還有公車專用道把它移開 然後還有失敗的雙子星 還有大巨蛋沒有弄好 還有美和室也沒有避案 日月光什麼都沒有避案 到底台北市做了什麼 什麼都沒做 從蔡英文嘴巴講出來 信不信 信了吧 就是這一群人把台灣搞亂了 然後這一群人 就對應了韓國瑜講那句話 就這幾個人 讓台灣鬼混20年 就這群人在鬼混 鬼混完之後這群人在互咬 咬完之後 大家終於看到真相 現在台灣就是變成這個樣子 我剛剛真的要譴責一下 黃醫師你知道嗎 民進黨現在 好不容易在撿槍撿子彈的 你把神農路沒有淹水的事實 泡出來 拍出來 你現在叫蔡英文情何以堪 你叫蘇貞昌酸到今天 都還沒得酸 好不容易蘇貞昌 現在可能兩把槍都準備好了 趁著這個颱風看有沒有淹水 黃醫師你這樣一張照片 就破了他們的弓 這一隻突嬰跟兩隻狗 你叫牠們要咬什麼 所以這個我們要譴責 所以要譴責黃醫師 要譴責一下黃醫師 幹嘛把這個事實拍出來 讓這些動物 不知道要去吃什麼肉 咬什麼 啃什麼骨頭 你這樣子讓他們會到處亂咬人的 就有韓國瑜跟韓粉 是不是 只能這樣子 不然他們要咬誰 對不對 不過確實是怎麼最近 大家不是撿到槍就是撿到炮 柯文哲最近很奇怪 先前他撐錢好一段時間 在觀察情勢 這兩天開始開炮了 今天剛剛說了 不要臉三個字都講出來了 昨天他也炮火很兇 他直接批評說 民進黨是說謊誠信 這句話讓不少人聯想起來 在過去其實蘇貞昌 好像還真的講了一些話 讓大家印象深刻 當年美國羅斯福 美國華盛頓總統可以選第三次 而不選 抗拒誘惠 樹立典範 這是民主的真髓 我 曾昌 不敢違逆 我對台北縣 始終感情濃厚 但我不會選第三次 我不會選第三次 好 現在可以看到 行政院真的是撿到槍 還是撿到炮了呢 尤其是蘇貞昌 他現在專門就是要來 炮打韓國瑜 怎麼可以代職參選呢 但是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幾個哪一個 不是代職參選的呢 尤其是蘇貞昌 2003年在台北縣長任內 是協命轉任總統府秘書長 不就是個落跑縣長嗎 我想請教一下 兄姐怎麼看 本來就是 這檯面上這幾個人 陳菊 然後蘇嘉全 這個是蘇貞昌 還有賴清德 他們哪一個人不是代職參選 我覺得最奇怪 我是庶民代表 我的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民進黨他們什麼都可以 韓國瑜什麼都不可以 我覺得民進黨他們現在 就是把韓國瑜往死裡打 我覺得韓國瑜還有藍英的人 太溫良公儉讓了 我最喜歡韓國瑜 就是溫良公儉不讓了 現在你要把韓國瑜往死裡打 對不起 藍英這邊的人 也要把他們打趴 把他們當小強打 因為他要打韓國瑜 什麼都沒有做 韓國瑜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你們每天除了黑他 你們還做了什麼 像尤其蘇貞昌 我看到他我就受不了 他2003年跑掉了對不對 去選秘書長 對 他現在憑什麼出來講話 他連高雄市的撥款 都撥得這麼的不乾脆 上次我還到高雄去 就是那個文三伯 在愛河的那個募款 我跟大百合我們也上場募款 我們總募了270幾萬 我們是怎麼站台的 雖然那個時候那個畫面 因為我們到的時候已經很晚 天黑了 我跟百合並沒有上電視被拍到 但是我們也是為了高雄市市民 我們再這樣子拚命 我們台北的人 我們覺得高雄 是我們自己的同胞 我們都這麼拚命 你蘇貞昌是 民進黨的行政院院長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做 然後你還來講韓國瑜 看不起你 不過蘇貞昌長 其實最近好像記性不太好 因為大家把這個影片翻出來 才發現 她跟蔡英文 好像過去感情不是太好 但最近兩個人一搭一搭 好像感情蠻好的 身為一個庶民代表 我們今天還有另外一位庶民代表 烏玉子姐你怎麼看 記得以前蘇貞昌曾經講過說 我的政壇之路 就好像人生已經寫好了劇本 只是說不能偷看 然後還說 絕對不會第三次參選台北市長 台北縣縣長 對 結果大輸30萬票 那還有了 她忘了8年前 對小英的那些總總的酸言酸語 結果現在出任蔡英文政府的行政院院長 這些都是她講的話 因為她要抱著小英的大腿 因為現在賴清德被幹掉了 她現在想要出來跟她打打 都是一直在混政治資本 對 然後所有的話都是不負責任的 這就是現在民進黨的政府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而且最讓人覺得 好像有一點點不大對勁 就是怎麼老是雙重標準呢 盛梅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先前韓國瑜這麼努力 就是到處去拚外銷對不對 要把農產品給賣出去 那麼最近蘇院長就在臉書PO文 告訴大家說 其實我們的農委會真的好棒棒 因為上半年的水果出口產值 有42.3億元 比去年還要更多 但是她到底是不是 把韓國瑜賣出去的 也算在裡面 這個我們不知道 打一個問號 而且好像別人就是出賣主權 但是他賣出去的話就是政績 對 為什麼 蘇貞昌是在自己的臉書上當中 他非常炫耀說 今年2019年的1月到6月 也就是只有半年 請記住半年的時間 我們台灣水果的出口產值 是42.3億 他的意思是說 我 光是我上任之後 你看這個水果出口 就是達到42.3億 然後有一個數據是去年一整年 2018年一整年 我們台灣水果出口是40.2億 第一 他就先講 我很厲害了 半年我就這麼厲害 再來還說42.3億 這個數字還打破了台灣過去 幾乎是三四十年以來 整年的出口的產值 好 這個話說到這裡就好了 民進黨政府真的很有趣 剛烏魚子節講了 有關蘇貞昌所有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發現一件事情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是以為說 庶民都沒有記憶力 你們以前做過事情 我們都不記得 不記得了 我是庶民 我不記得了 真的 不記得了 你們知不知道 現在有網路這件事情 當你一直告訴大家 洗腦告訴大家說 半年我就做到這些時候 好 咱們就來 Google去查一下資料 對 上半年42.3億 可是42.3億裡面 有35.87是出口到大陸 如果接下來去年 去年為什麼會輸給今年 是因為去年到大陸的 就31.40 這個數字的意思是說 台灣水果的出口 其實大部分還是出口到大陸去 出口到大陸去 因為有大幅的成長 所以今年這個數據才成長 我說到這裡 你聽不懂 沒有關係 我是要告訴你一件事情是 蘇貞昌講那麼多 炫耀了自己那麼多之後 他只講會自己有力的 但是出口到大陸的這些數據 你都看不到 你這樣太過分了 這跟賈新聞有什麼差別 不能講 你都當我們 我們都不懂嗎 你都當我們不會去查資料嗎 你都當我們只聽你的嗎 不能講 講了他就變紅色了 怎麼東西就賣到大陸 這怎麼可以講 資理下可以說不能講的 我現在發現蘇院長 你炸牌子哪大小 對啦 不是啦 你都把熊姐交換了 我現在都學會你這一套會 酸言酸語了 沒有 這樣感到 對以前我不太看新聞的 我現在除了看中間之外 你學會了 我也要看看別台 我就發現他們很厲害 他們都說對自己有力的事 對於藍營的 對於韓國瑜 他通通都不講 什麼中天是紅媒 請問你們的水果 蘇貞昌你講的水果賣到大陸 你不是紅的嗎 你是什麼色 所以看起來似乎整個行政院 已經就 已經準備好了 已經就2020的戰鬥位置了嗎 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庶民大頭家 不得不說 其實蘇貞昌領導的行政院 好像真的效率超高的 因為高雄市調處的副處長 顏正義 他轉傳了行政院長 蘇貞昌摔筆的影片之後 調查局前兩天召開好機會 是火速決議 要講他自己大過處分 有志哥 蘇貞昌對這樣子的公務人員 處分一點都不會意外 因為對他來講 這些公務人員 就跟他丟了一支筆一模一樣 只是一個toy 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從以前我跑他新聞就是這樣 我跑到他8年新聞 以前我其實很喜歡他的 因為他做事效率非常高 你知道到那時候的 台北縣政府去洽工 因為他 涉於他的淫威之下 公務人員都皮繃很緊 沒有人敢亂來 所以效率確實很快 可是另外一個層面來講 這公務人員超沒尊嚴 我曾經碰過一個隨戶 你知道 他在通常隨戶 他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有四個隨戶 然後有兩個隨戶要先下車 要讓行政院長先 先看有沒有人要開槍 有沒有人要對他不利 然後他那時候 兩個隨戶先下來 蘇貞昌快20分鐘沒下來 在車上不下來 為什麼 後來大家兩個就一直在那邊 等 後來蘇貞昌下來了 那門一打開 那保姆車一台啪 他就打開好 收緊衝 然後很開心 跟民眾那個 那兩個都覺得奇怪 為什麼剛才不下車 然後那個車子 他先看看有沒有子彈 有的話先打他們兩個 對 他那個因為駕駛 你果然是庶民的想法 正駕駛旁邊有一個副駕駛座 副駕駛座那個叫做官 就隨戶的中間的Leader 那兩個下車之後 因為蘇貞昌很不滿 後來我聽因為裡面有我朋友 他講說他不滿 他們排行程排得太緊 然後什麼沒有弄好 他在踢他的椅背 在疑似在踢他的椅背 因為副駕駛坐 然後手掌會坐到那邊 後面我聽我朋友敘述 有腳印嗎 椅背上面有腳印 然後就踹他 說你怎麼弄的 怎麼會這樣子 把痴情搞得這個樣子 所以他是在車上發脾氣 發脾氣 20分鐘沒下來 但是你看他車窗一打開 之後他可以秒變臉 你好 大家好 我手緊張 變臉跟辯書一樣 對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對於公務人員 對他來講就是一個工具而已 十之五位 七之可其 隨時可以給你丟掉 更何況這位副處長 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你看那個群組裡頭 他是一個他們展報山莊裡面的 他們同騎同學的 那是一個工作群組 大家都有在各個地方上班過 你會在工作群組裡頭 開玩笑嗎 不會 因為就像順利以前 我們在採訪中心 那個就像是採訪中心 每個各中心的主任的群組 你沒事不會去開他原因的玩笑 不會開羅友志的玩笑 你一定是丟說 某一條新聞是這樣子 大家怎麼看 或者小心這條新聞不要觸法 其實那則副處長丟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小心 各位可能我們得去查看看 因為我們是調查局 小心別觸法 他提醒 提醒這樣的一個東西 結果蘇貞昌因為他丟筆那個 那個畫面不好看 他剛好又拌到了 膩到龍鱗你知道嗎 因為影片出去 他後面的註解他還沒有下 就被截圖了 就被截圖了 然後但是有心人只要傳上去 所有東西都可以變成最大的 最大的扛盤 就是那個洞 蘇貞昌剛好又撿到一支小槍 直接把那個小兵斃了 他應該反省他自己 為什麼丟那個筆 他那個硬拗的理由 我是打死都不相信 什麼南部的習俗 他應該反省他自己 為什麼丟筆 而不是去處罰這個人 所以你看對蘇貞昌來講 他官威就是如此 他從來不會去檢討自己 他只會把公務人員 當玩具再耍 如果你要我把這個 我跑巴黎 他跟公務人員那個互動 我大概開10集給我 我可能會搶都搶不完 還有那種水戶被叫回來罵的 還有叫從上班 那個真的是多竹帆不及備載 所以現在蘇貞昌 前幾天謝榮健有講 蘇貞昌這樣子一到處開槍 他反而覺得 因為你要記得上一段 不是說他跟蔡英文感情不好 有人在說 蘇貞昌現在反而在報仇 他故意要到處得罪人 幫蔡英文把人全部得罪光 讓他沒有辦法連任 這是我們榮健先講 真的 我今天看了這樣子 我突然發現 有可能 有可能 搞不好他真的是 此仇不報非君子 那時候搶走我一個總統大位 現在你還要連任 你講到這個我真的氣死了 其實我們這些鋼鐵韓粉 我們是支持韓國瑜 我們跟著凸子走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韓粉 都是有玻璃心來著 我們是很有善心的 到高雄去把錢花光光 你看我們這裡有一位 烏魚子姐 她今天坐上來了什麼呢 用烏魚子來黏合我們的心 大家看他看我 對 烏魚子黏黏的 剛好可以當黏著 而且我們這種小市民 小庶民應該是說 我們這些鋼鐵韓粉 就是說我們在經營自己的生活 在經營自己的事業的時候 我們真的都是很用心 就是說像我們這一片烏魚子 我們有經過上百次的研發 去掉它的色 苦 還有死鹹 然後做出來我認為是台灣 最好吃的烏魚子 但是沒業績 真的 就是沒業績 為什麼 因為台灣政治人物 就是說檯面上這些人物 沒有人推廣過烏魚子 我跟你講 烏魚子姐 我跟你說 大陸人不認識 香港人不認識 熊姐 熊姐長喔 是 怎麼樣 是最好吃的 最香的 它可以當作我們韓粉 跟韓國瑜的那個黏著劑 我們大家要黏在一起 我們要團結在一起 你快吃吃看 所以就是在韓市長 對你來說 其實你在韓國瑜身上看到的 就是他幫庶民拼經濟的努力 打動了您嗎 對不對 有太多方面了 那我就覺得說 就是韓市長他去了港澳這一帶的之後 去了大陸四個地區之後回來 我們業績有明顯的成長 就是說真的會有很多 就是香港客 新加坡客 然後來看到我們的烏魚子 就直接跟我們買了 然後以前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好感動喔 而且是在韓市長 去蘋果經濟之後 他有特別針對烏魚子嗎 有 有嗎 他有介紹台灣的烏魚子是不是 對 香港 然後去那個大陸 他都有介紹烏魚子 而且那個上次梁朝偉 不是 任達華啊 任達華他來高雄做建築 那一場 對 是 又特別送半熟禮 對 這是烏魚子 就是烏魚子 因此很多香港人認識了烏魚子 真的是幫我們業績 有很大的成長 我想幫他補充一下 因為我覺得剛剛其實 我們的烏魚子姐 她講的概念就是說 各位 台灣的烏魚子是世界之光 你們真的要吃吃看 尤其是台灣的 台灣烏魚子 我去LA的時候 我一個女生朋友 真的就叫我帶烏魚子 但是她講到一個重點是 蔡英文政府執政了三年 我們真的是名不聊生 尤其是庶民賺不到錢 這麼好的食物 這麼好的東西 你沒有推銷 你也忽略 她剛剛講一個關鍵是 當韓國瑜市長到港澳 去訪問之後 他帶動了台灣烏魚子 這個事情 讓大家看到台灣烏魚子 所以你看現在 大家就知道了 我要話說回來 我剛剛因為有著講到 蘇貞昌院長這件事情 我想小小補充一件事情 我認為蘇貞昌 當然剛剛我覺得 有著說的那個 是一個反諷或玩笑話 但是我個人還是認為 蘇貞昌不太可能 真心想反補選 我認為你根本就是在補選 我們現在的蘇貞昌內閣 就是選舉內閣 你剛剛講那個說什麼 效率很強對不對 我要提醒大家 效率強是為了他自己 不是為我們庶民 這樣大家了解嗎 你的效率是在你自己身上 所以這讓人為什麼 厭惡生氣 然後非常的失望 就是你現在的那個 可是他不是只有行政院 其實府院黨都已經準備 就2020的戰鬥位置了 最近民進黨黨中央 也是動作頻頻 但是像是羅文嘉 他出來要發動所謂的 反紅色媒體的運動了 但是羅文嘉講的話 他真的有公信力嗎 我們帶你一塊來看 用政治生命 向全體國人 表示我們的決心跟負責 如果羅文嘉 有買票 或受益買票 我 蘇貞昌 也 退出政黨 蘇貞昌 也 退出政黨 退出政黨 沒有一個退出政黨 這樣的人做行政院長 還有那樣的人在民進黨做高官 我請問各位 他們的鬼話連篇 騙子的話 能信嗎 好 說的話能信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繼續討論 講到走路公事件 除了黃俊英 很多人會想起的是羅文嘉 他也曾經有所謂的走路公事件 那麼當時周錫偉陣營 是找到了這個 就是在大南客運上 所拍下的監視器畫面 很清楚看到有人在發放走路公 而且最後板橋地院 將這個發走路公的人給判刑了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 剛剛看到的畫面當中 當時的行政 當時的行政院長蘇貞昌 還跳出來 站在了羅文嘉的旁邊說 要用政治生命來幫他擔保 如果說真的是有發走路公的話 就要退出政壇 有這個 但是好像他還在政壇 活得好好的 對不對 最近羅文嘉他又有很多 新的一些政治的語言出現了 包括他說有某些電視台 基本上就可以認為 他是一個紅色媒體 但是他有求證嗎 我反而覺得 他是貪腐政權的餘孽 那個我就要形容應該也可以 羅文嘉跟馬永成 應該就是貶軍沒有問題 陳水扁不是 國際認證的貪污犯嗎 你們國際認證貪污犯 帶出來來首席兩個子弟兵 我說那時候 他是貪腐集團的餘孽 應該也不過分 形容得非常好 為在人講 我覺得這些人 已經無恥到一個地步 他們講的話還能夠信哪一句 你告訴我 連神明都可以騙的一個人 還有什麼好去相信他的話 然後連神明都可以騙人 站在他旁邊的人 你還要連他一起相信 我就不知道 台灣還有什麼剩餘價值可言 你看羅文嘉當初 他們這個走路公事件 朱貞昌出來信誓旦旦的講 後來就講說你看 你們板橋地檢署起訴的 不是羅文嘉本人 是買票的那個人 是給走路公那個人 不是我們羅文嘉 所以我挺他沒有錯 我幹嘛要下台 你看 這很奇怪 那個人不是被起訴而已 後來是被判死 你看這樣子的一個話 都能夠讓他凹成如此 你覺得他這個人 還有什麼信用可言 看他那一陣子 他做出來的事情有多少 甚至連最近不才槓上 宜蘭的天主教教堂 本來那個地要拆 因為羅文嘉那個時候要 他的吹牛書城 是吧 水牛書城 他看了一個書店 他看了一個書店 他要在那個地方 地方都這樣講 因為羅文嘉本來 想要在那個地方設 就設 沒想到天主教 那個總主教 那個是總主教的教堂 把他移走 要把他拆走 要另外做規劃 好 你寧願拆都不給我 我一直講吹牛書店 水牛書店 這群人太愛吹牛了 我一直以為是吹牛書店 你都不給我吹牛 水牛書店來用 水牛還吹牛 講清楚 水牛書店 所以他很生氣 羅文嘉去嗆 你看看 就是一定有特別的人 去觀照這種東西 才會讓這個 骨雞這樣被拆掉 這群人不該查嗎 不是那時候軒然大波 結果沒想到天主教 宗主教是民進黨的人 而且他還是什麼宗教委員會的主委 一氣之下我要退黨 我不要了 羅文嘉得罪了民進黨自己人 連自己民進黨都能殺 都能砍 這就是羅文嘉的性格 我真的要以羅氏中心的意願 來跟全國民眾道歉 本家出了這樣子的一個不孝子 對於全國老百姓 有負面示範的作用 本人在此至上深深的歉意 要不要欠負是誰 要欠負是誰 因為我覺得這樣非常可恥 他一連串這樣的行為 從蘇貞昌時代到他後來 到他跟著貪腐集團 一路到現在 還在舞台上 對媒體指三道四 我覺得這一群人 真的是已經是 華天下之大雞 可是我剛看那個影片 羅文嘉是哭得很慘 很傷心 很悔過的感覺 沒有 他是覺得說 怎麼可以污蔑我 所以哭 是這樣子 不是自己覺得自己很不好意思 當初他們這些選舉的這些人 你給把畫面全部再放出來看 你就會知道他們當初 那些行為的可笑 他那個鱷魚的眼淚之無恥 我當初跑這些新聞的時候 在旁邊看了我就覺得 奇怪怎麼還是有這麼多愚笨的人 被他們的眼淚所感動 你們羅氏中心能不能 我再倒下一次 我再倒下一次 怎麼能這樣 我依羅氏中心會的代表 向大家示範 羅文嘉接下來 他又有新的政治動作了 下個月開始在全台灣 要進行反紅色滲透的巡迴 做談會 明顯要針對特定的媒體 民進黨主席竹恩他也說了 這個反紅色滲透 不會是2020的選戰唯一主軸 但會是重要的社會現象 我想請教一下沈梅 這該不會是又要做 某些的議題操作了吧 絕對是 而且針對的特定的媒體 我先講一件事情是 羅文嘉前一陣子不還在講說 希望民進黨這個下半年 能夠射出三支箭 好厲害 也有口號 然後給年輕人有幸福的感覺 希望年輕人 都能夠實現他的理想 這口號講得真的好美 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羅文嘉還在念台大的時候 我就認識他了 他在台大的時候 就已經很厲害了 在政治的操作上 他一輩子都滿厲害的 所以熊姐你真的不要被他的眼淚 給欺騙 但話說回來 我想問大家 我們用庶民的語言 來講這件事情 這個紅色滲透力量 他要巡迴全國 我現在問各位 颱風 燈隔熱 然後賺不到錢 經濟萎縮 這個事情重不重要 這應該是當前台灣社會人民 最需要改善的對不對 這事情重不重要 重要 你們民進黨中央 為什麼不提一些 有關經濟策略方面的問題 我提不出來 我怎麼提 然後就來一個什麼 反紅色滲透 然後第一 沒有證據 第二 你針對特定媒體 你這樣花這麼大力氣 去針對某些特定的媒體 跟我們社會大眾有關係嗎 沒有 我們想要看中天中視有真相 跟他的巡視可能滿有關係 所以我就說完全是政治操作 你用這麼多社會資源 只是在問你自己的利益 跟我們大家庶民沒有關係 這就是現在的執政黨 請看清楚 如果中天中視被關掉 我跟你講我們就看不到電視 看不到真正的真相了 這也許就是執政黨 他們想做的事情 對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庶民大頭家 太陽花出身的林斐凡 現在擔任民進黨的副秘書長 前天是第一天上班 好令人羨慕的是 他才剛剛完成了碩士學位 一踏入政壇就能夠 以九萬塊的月薪 擔任如此重要的任務 那麼其實很多人說 林斐凡怎麼會加入民進黨呢 因為過去他看起來 和蔡英文感情不是太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曾經有在這個2014年的 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對民進黨說批評 是對民進黨很失望 2017年還批評說 這個民進黨非常的墮落 甚至是2018年的時候 他還罵說民進黨已經沒有民主 只剩下黨藝了 怎麼這回又加入了這個民進黨 是不是有一點奇怪呢 也有人說其實並不奇怪啦 因為林斐凡 他根本就是蔡英文的學弟嘛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熊姐身為一個庶民你怎麼看 身為庶民 我那個時候印象是記者 林斐凡那個時候 他們帶領的學生 一些很善良 但是有一點 不知道政治的恐怖的 然後就被林斐凡 陳偉廷他們帶進 佔領立法院 然後重進行政院這些事情 當時我在臉書上就有罵過他們 但是我對於現在他一個 剛從這個 他當蔡英文的學弟 然後現在可以一下子跳到副秘書長 然後月領9萬塊 我覺得受益的就是那些帶頭的學生 林斐凡是一個代表 其他當初一起在領行政院 那些充的那些學生 現在是不是都很後悔 他們現在可能一個月拿不到2萬3萬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被林斐凡利用了 在這次學運裡面被利用了 因為林斐凡本來就是一個支持台獨的 是不是這樣子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林斐凡他當了副秘書長之後 他馬上就去接受了電台的訪問 他也說他為什麼要加入民進黨 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希望能夠打造一個非韓家園 可是他根本就是蔡英文培養出來的人 他們兩個在演戲 一個學姐 一個學弟 不是在演戲嗎 當初他在總統府前面靜坐的時候 蔡英文那一票人 蘇貞昌他們那些高官 不是全部都坐在那邊一排 但是他們不講話 我有前幾天畫面我還看到 他們都不講話 他就是支持林斐凡 所以這一點 我們大家應該要看得非常的清楚 他就是蔡英文培養出來的子弟兵 有人說其實這個是蔡英文精心部的一個局 為什麼要拿太陽花來對決韓流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的韓粉烏魚子姐 因為其實林飛凡他算是太陽花的代表 對不對 然後他現在又公然點名了韓國瑜 說他出來當民進黨的副秘書長 就是為了要打造一個非韓家園 所謂的非韓家園 就是不是韓國瑜帶領的一個家園 你怎麼看 其實現在有很多人他會覺得說 現在的韓流 韓粉就是老年的太陽花 那個學運 所以說就是因為現在民進黨的 這些政府上的這些執政黨的這些人 他們就給人的感覺就是說 已經背叛了這些庶民 韓粉們 已經背叛了他 所以說讓人們的生活就是越來越困頓 大家就現在就感覺說只有韓國瑜才能帶給大家希望 那韓國瑜他也是說我們一腳踏在民主 一腳踏在自由 但是說兩個手打開 我們所有人都是好朋友 然後或出去人進來 那全國就是說人民發大財 我是覺得說是真的這些韓粉們 他們就是把韓國瑜看到他們 就好像當成他們的未來的希望一樣 就是這樣的概念 對 所以因為很多的這個庶民朋友 感覺好像是遭到了這個政府的背叛 是要站出來捍衛自己 想要的一個生活的方式對不對 對 所以你覺得林非凡的講的話有道理嗎 他說如果韓國瑜學上總統的話 過去民進黨的改革政策是全盤瓦解了 這他不能夠接受 他要站出來打造一個非韓家園 是 所以說現在就是民進黨的政府 就是說謊話連篇 然後讓人民的生活就是越來越困頓 那大家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未來 像我們就是說對於韓國瑜的那個認知 不是說僅僅是說幫助大家改善生活 發大財 還有對小孩的教育的問題 對我們中小企業的一個支持的問題 方方面面 我就覺得說韓國瑜他很多的一個理念 他是真的把台灣做一個 重新的國際化的一個定位 然後增加台灣本地的一個含金量 那麼讓我們看到希望 不然的話其實像我們就是說 我覺得說很辛苦拼命努力賺錢 我是希望我的小孩將來出國去讀書 為什麼 因為在我來講 原來沒有看到韓國瑜之前 我就覺得說台灣沒有希望 所以韓國瑜讓你看到的願景 才是你願意支持他最重要的原因 對不對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除了太陽花的林飛凡 在這個時候加入了民進黨 顯然應該是一個選舉的任命 我想請教一下盛梅 所以這是怎麼樣 大律想要來裂解小律嗎 沒有錯 而且林飛凡的這個人事案 完完全全就是就選舉考量 但我認為沒有關係 綠營想要這樣做也是他們的自由 但是我最擔心的就是 剛剛魏玉子姐已經講了 林飛凡一上任就開始喊非喊家園 她開始喊口號 還有就是用統獨的方式 列解台灣 這是我比較擔心的 因為你可以想像 為什麼綠營要林飛凡這個人事案 是因為去抓年輕人的票 洗腦年輕人 過去太陽花不就這樣子嗎 造成我們很多經濟上面的 一個摯愛難刑 所以我很擔心的是 林飛凡已經就了選舉的 戰鬥位置 每天從現在開始 到明年的1月11號 就是不斷的 對我們的年輕人洗腦 我現在問各位 你們覺得這樣子對台灣好嗎 只是在割裂這個土地而已 年輕人最好騙了嗎 他們還沒有社會人生經驗 這一期是很高 應該同時之間可以反裝 因為這就是 當初反服貿的那個連續 然後又是年輕人的票 然後又可以吸收時代力量 所以三管齊下 這個很高 你認為這是一招好期 好期 但是蔡英文承受風險 他不只列解小率 他列解大率 現在其實民進黨內部正在分裂 因為林飛凡的加入 其實很多老黨員已經非常不滿了 所以很可能蔡英文要承受的 另外一個就是民進黨的下一步 可能會